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四百多个皇帝 佼佼者虽然多如牛毛 但敢说自己比三皇五帝还厉害的 恐怕只有秦始皇嬴政这个自恋狂呢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你咋不上天跟太阳肩并肩 嬴政凭啥这么狂呢 因为人家有资本呢 十三岁时人家嬴政便做了秦国的大boss 秦王 三十九岁时人家嬴政便灭掉了六个祝侯国 颤兜吧六国 嬴政只用了十年 就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秦朝 大王厉害的不要不要的 咱们再复习一下秦灭六国的顺序 秦依自灭了 韩 赵 魏 楚 燕 齐 秦耿还记得吗 秦 韩 赵 威 去 演 戏 老师 血音梗扣钱 你闭嘴 嬴政灭掉六国后 就开始膨胀了 他认为自己比三皇德性好 比五帝功劳还大 再称王 就显得太欧了 便从三皇和五帝中 各取一个字 自称皇帝 后世的帝王之所以也都称皇帝 就是在模仿秦始皇的操作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嬴政是秦朝的大boss 又自称始皇帝 所以大家才叫他秦始皇 秦始皇还对未来继承他皇位的子孙后代 进行数字化管理 让他一律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 你们家是搞数学的吧 成帝后秦始皇干了几件让人点赞的事 点赞加一 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 啥是郡县制呢 就是把全国的土地划分为郡和县 这样土地就全归皇帝管了 皇帝直接派人到郡县当官 当官的干不动了 皇帝就再派一个 地方官的官职不能传给儿子 这样天下大权就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了 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 其实就是使权力都集中在了皇帝手上 大权在手 天下我有 点赞加二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货币 以前各国的文字写的都不一样 秦国学生要是到楚国留学 估计连楚国的教科书都看不懂 自认识我 我不认识字 各国使用的货币也都不一样 赵国人拿着赵国的钱去烟国买辣条 小卖部老板未必会卖给你 金钱不是万能的 自从统一了文字货币等之后 文化交流更畅通 经济发展更繁荣 对国家统一更是好处多多呀 不过秦始皇还干了两件让人戳几两股的事 那就是文书和坑儒 秦始皇认为啊 读书越多的人越爱闹事 为避免读书人闹事就把国家图书馆以外的 诸子百家的书全烧了 这事被称为焚书 老师 我的作业就是被他烧的 这这这过我不比 坑儒顾名思义就是坑杀儒生 所谓儒生呢 就是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 事实上 坑儒这事有很大争议 秦始皇坑杀的很可能不是儒生 而是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术士 大伙都知道 秦始皇做梦都想长生不老 所以养了一批炼丹的术士 谁知道这帮神人呢 拿秦始皇当冤大头 拿钱不办事 还动不动玩失踪 皮皮虾 我们走 在秦始皇最不待见术士的时候 两个嘴签的家伙还参加吐槽大会 将秦始皇狠狠地吐槽一番 将长生不老 来到这个世上就别想活着回去 两人的话惹恼了秦始皇 秦始皇就派人查这帮术士 打架狗妖狗 结果牵扯出来四百六十多人 秦始皇自掏腰包 给他们买了块墓地 将他们全部活买 早死早脱生 尽管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 煞费苦心 但他终究还是没能如愿以偿 五十岁那年 他在外出旅游的半道上突然驾崩了 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 我真的很想灾火五百年 但是在秦始皇迷流之际 他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没干 是啥呢 咱们下集接着讲 秦始皇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 他具有雄才大略 所以才能兼并六国 一统天下 但他又十分残暴 不仅扼杀民治 而且用严刑郡法 奴役百姓 与此同时呢 他还十分天真 一心想要长生不老 永远统治世界 所以有人将他夸成花 有人将他骂成狗 尽管如此 他结束了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 奠定了两千多年来 帝制的基础 仍不失为千古一帝